大家好,我是飞佳集团技术导师刘嘉宇 今天给大家讲一下OPT系列 OPT吸附脱毛仪仪器组装及界面操作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仪器组装 电源接口,脚踏开关接口,仪器后盖 我们现在打开仪器后盖,拧掉四颗螺丝 打开仪器后盖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过滤器,水桶 水桶的话我们可以拧住瓶盖,拧瓶身,打开即可 打开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一长一短,两个短管 短管我们剪开即可,长管的话我们要跟水桶做对比 不触及同比,剪开就可以了 水桶加满水之后 我们固定四个螺丝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仪器的正面 机厅开关,钥匙开关,手柄连接 接口罩上下都有一个卡槽 接口罩上下各有一个卡槽 对准之后听到两声响 固定好即可 接下来我们开机 我们要确保机厅开关处于打开状态 旋转,钥匙开关 开机进入界面 开机进入界面后我们可以看到 拓毛 西服拓毛 红血丝 去斑 嫩敷 首先我们看一下拓毛 调节能量大小 工作 会显示工作状态 待机会显示待机状态 后台参数 技术 技术器 工作时间 智能等级 温度 H2模式 PR模式 SR模式 H2定点模式 5T模式 快速滑动模式 后台参数 反回 西服拓毛 只是在模式的地方会有更改 西服的时间长短不同 其他都是一样的 去斑 是跟拓毛的界面是一样的 使用第一个定点模式 调节能量 工作即可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 滤波片 滤波片 是我们OBT 红血丝 去斑 嫩敷 使用的滤波片 红色滤波片 是我们拓毛使用的 黄色的滤波片 是我们使用 红血丝 去斑和嫩敷使用的 西服拓毛的话 我们直接有一个 西服拓毛的手柄 看一下 手柄 这个是我们西服的手柄 这个是我们OBT的手柄 这个是我们OBT的手柄 这个我们扣上波片就可以了 这个我们扣上波片就可以了 操作完毕之后 我们进入到主节面之后 关机 以上就是OBT系列 OBT 西服同胞仪的一切组装 节节面操作 感谢您的聆听 感谢您的聆听 感谢您的聆听